13年我去加东巡演了三个星期 出发的时候 我家老大刚会就是走那么几步 然后就趴下了 属于那种状态 我三个星期回来以后 他就满个屋子跑了 特别的心痛 其实我觉得错过了很多东西 通过这件事我也发现了自己 就是我可能是一个很 挺顾家的一个人 挺顾家的 对对 我不想miss掉这些东西 你也逗我 你逗我 收不出来了 他会也收不出头 今天我很荣幸的邀请到 第一位获得Jose Echelby 国际钢琴比赛的中国钢琴家 陈振宇老师 谢谢 大家好 陈老师 我听说2021年获得 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大奖的冠军 是您的学生 是 是我曾经的学生 他叫Bruce Liu 刘晓宇 刘晓宇呢 是跟我学琴的时候 他是14岁 他到我这来 然后呢 我一直教他 教到了18岁 这教了他这四年呢 我感觉这孩子特别有天赋 他要弹的曲子的这个要求 是非常非常高的 他自我的要求就非常高 所以我在教他的时候呢 就感觉非常的 就像 you're responding 我们就是说 有种呼应 对 对您的一种呼应 对 一种呼应 然后呢 我觉得他 他当时也是非常想 走这条专业 走这条路 然后呢 我就觉得 我就跟他讲 我说 你要想走这条路 就是演奏 未来演奏的道路 我说你一定要有一个国际性的大奖 就是这个奖越大越好 然后我就说 如果您想 就是未来走这条路的话 你可以 一定要找我的老师 就是我的老师 就是最有名的 就是1980年获得 小邦国际钢琴比赛 第一名的 第一位亚裔钢琴家 邓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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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我说你一定要找邓老师学 机缘巧合 他在蒙大任教 课做教授 然后因为我当年也是这么来的 等于是他到上了大学以后 就可以到他的大师班上去学 然后呢 我当时也跟邓泰山 推荐了 推荐了一下 刘潇宇 对 然后 这样子的 然后之后就是 他进步飞速 进步飞速 对 是从邓泰山 然后获得了 最终获得了 获得了这个大奖 那萧邦国际钢琴比赛 在国际上是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那应该相当于我们科学界的诺贝尔奖 然后相当于我们体育界的奥林匹克 对了 这个 那获得这个殊荣呢 非常非常少 那他是每年一次吗 一年一次吗 这个是 一般来讲是五年 那错过一次比赛 比如说这个比赛没获奖 还有等五年 真的是 那真的是 因为一个人的可能职业生涯 对 有可能就发生 就错过了 对 能获得此荣誉的人 此奖项的人 非常厉害的 对 是的 就是他的职业生涯可以非常长 就获完这个奖 给他带来的荣誉会伴随一生 陈老师 我听说 邓泰山老师也是在国际上非常有名的是吗 哦 非常有名 我小时候学琴的时候 我其实就知道邓泰山钢琴家 他是1980年获肖邦国际钢比赛的第一名的第一位亚裔钢琴家 哇 非常了不起 非常了不起 在我们 第一个亚裔 对 亚裔 亚裔 在我们钢琴界那是英雄班 英雄式的人物 然后 我很幸运啊 我在17岁的时候 当时我是在上海院宣副中 然后我在那念书的时候 因为我成绩不错 然后呢 当时邓泰山老师呢 正好来中国巡演 巡演完了以后呢 在上海最后一站 他就跟我们的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 说了一个项目 就是说 当时有一个亚洲巡演 是日本的一个乐团呢 是丰田赞助的 说要在上海首尔 还有河内 还有那个鸣鼓屋 演四场 然后呢 想找一位 就在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位 就是青年钢琴家 来完成这个任务 我很荣幸被选上了 我作为钢琴独奏 跟这个乐团 演了这四个国家 很幸运呢 我在最后一场 在日本名鼓屋那一场呢 邓泰山老师去听了 听了我这场音乐会 然后第二天 然后他就是跟我说 他说 如果你有意向 想以后出国来学习 音乐 他说学习钢琴的话 他说我可以教你 我当时一听 我都懵了 我说你能教我 哇 我这是多大的荣幸啊 我天哪 我没想到他会说 钢琴的鼻祖 对 我只是当时想 想见他一面啊 就觉得哎呦 他是大师一级的人物 然后后来没想到 我真能成为他学生 然后他就告我说 他在蒙特利尔大学 就是任客座教授 他说呢 我就可以来签证 来到加拿大 来跟他来学习 然后也可以有文明 所以邓泰山老师 他是加拿大裔的越南人 他人就在蒙特利尔 这也就是您为什么来这里的一个原因 对 是的 这是机缘巧合 我来到这里 所以蒙特利尔 真的是卧虎藏龙的地方啊 真的是 那您是从几岁开始学钢琴的呢 哦 我的故事比较长了 我是四岁开始学琴 哇 四岁 四岁开始学 这么 这么小 因为当时很有意思啊 我父母都不是搞音乐的 我父母都是部队的家庭 我们是部队家庭 然后呢 因为我 我的堂姐堂弟啊 都住在一个楼里 然后当时 就是他们也都学琴 然后呢 我爸也说开发智力 也学一学吧 但是因为 我可能这方面挺有天赋的 有天赋 我进步很快 然后呢 我的启蒙老师就是说 哎呀 他说你这孩子 因为获奖挺多的 就是市里啊 包括省里的这些 小的钢筋比赛啊 都成绩很不错 他说你可以想 考虑一下 要不走专业以后 然后就把我推荐给 就是在中央院学院的老师 然后 然后当时我就考上了 上音副小 然后我就走着这条专业道路 后来就在上海音乐学院 对 上海音乐学院副小 然后 后来您去了上海 对 我去了上海 然后 在副中 又 升到副中 然后继续学习 然后遇到了邓老师 邓老师 对 刚开始你小的时候 是自己主动愿意学吗 还是说 得有家长的这个 跟所有的压力一样 一开始 都非常有兴趣 说我要弹钢琴 因为我听到了 这个CD 或者这个录音 说 这个人弹得太棒了 这个曲子太好听了 棒的歌声 我也要弹成这样 但一旦学开始学起来 要练技巧 反复的去学乐剧 就很吃苦 反复的去练琴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过程 这边其实这个华人也挺卷的 我看这边呢 基本上这个孩子呢 都去学钢琴 学钢琴成了一个孩子的 一个标配的一个状态了 那是什么样的孩子 适合从事这种专业型的 这个还是说 只是作为一个兴趣爱好 怎么样去区分 还有您给孩子这些 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首先一个概念 能从事专业的人 少之又少 非常非常少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琴同 就是说 家长让孩子去学琴 作为一个学习 作为一个兴趣爱好就可以 就是他能够 非常正确的 去鉴赏音乐 和自己如果有什么场合 他能自娱自乐 或者说是能上台参加个小表演 这个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首先是不是这个孩子 确实您能看到他有这方面的天赋 一般得有一般得到就是说学个几年以后 才能看出来 对 比如说到了一定程度 越感啊 表现力啊 触见啊 处理曲子的这种悟性 不断的去判断他 对 不断去判断他 对 那孩子从几岁开始学是比较合适的呢 如果是专业的话 那当然越早越好 就是说 但是呢 也没有一个呃 特别的一个要求 特别的一个限定 像您四岁开始学 是不是一个 那时候是搞要想搞专业的 当时那个时代是一个标配啊 不要抱太多的希望 比如说很多的琴同会想 哎 我一定要成为某某 我一定要成为呃 这个钢琴家 那个钢琴家 其实这个呃 即便是我们说 有少之又少的人 想走专业道路 那未来的不确定性 也是非常非常强 非常大的 但是呃 人自身的一些 自身的这个素质 音乐演奏的素质呃 一定要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水准 这是肯定的 就是说需要付出的努力 也是非常巨大的 就是说 不光是一个孩子本身 老师尤其是家长 家长的付出是特别巨大的 你小时候是不是也是父母 一直相当于给压力啊 然后呃 压力是有 但我觉得我父母 给我的动力是很多的 因为你到了音乐学院以后 其实就是要锻炼出一个 你自我去学习 把老师讲的东西 变成一个自我的东西 这个这个悟性的转换 我觉得是更重要 就是所以刚开始 有父母的一个推动 对呃 一个鼓励到后来是自我的一个 对 动力 这是一个转换 转换过程 对 你把它考虑成磨炼孩子一种性格 呃 对于 它是一种 我们叫现在很流行一种叫逆伤 就是说 它在逆境中的一种 逆境中 求生存 对 求生存 比如说这个这个曲子是很难 非常非常难的一个东西 但是如何让他能 就是正确的面对这种困难 然后最终克服他 那我们在这个 经常听说的 呃 某某某孩子 呃 获得了钢琴十级啊 获得了几级几级的 呃 这个是 是专业的吗 这个是 是一个相当于对他的这个钢琴的水平的一个认可吗 是这样的 呃 我们在国内的时候 呃 是这样分的 因为 加拿大这边是不分什么业余专业 这个 他没有从小给定一个这个分界线 嗯 但在国内呢 我们 当时是这样的 就是 应该现在也是这样啊 就是说 如果你考进了音乐学院 那么你就算专业学习专科的 你就不可以再去参加这些业余考级了 我们把考级 不管你是考到十级 还是再往上的什么小演奏家文凭 这些都是业余 所谓的这个考级 其实还是因为兴趣爱好本身出发 呃 考级一方面是给孩子一个展现的机会 再一个是练琴的一个动力 孩子练到一定程度了 这个曲子 比如说老师要求要做成这个样子 反复的说 反复的说 孩子也会有一种抵触心理 我为什么要做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你老师在刁难我 是不是父母在呃 莫名其妙的呃 就是就是每天就是想压我 要要练多少时间的琴 其实不是 他是对这个曲子的鉴赏 和应达到的一种程度 他是有一定的标准 毕竟这是经典的作品 我谈不到那个样子 你看我的分数会差一些 我要能做到这个 我做到这些细节了 我分数就会高一些 所以我觉得考级还是有它的意义 呃 不光是练琴的动力 还有一个就是上台展示的机会 我觉得很重要还有就是 陶冶孩子的行操 对的 对于未来就是他们学钢琴走专业啊 还是走业余呃 您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如果您把学琴当做一个就是呃 在你所有他该学想学的东西中的一个部分去学的话 嗯 一个项目去学的话 嗯 那我觉得就是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就好 要明白一点 永远要明白一点 真正能最后走专业演奏道路的人少之又少 即便是我们在音乐学院这帮就是学生出来 也不是每个都能最后走到演奏专业上 那也是真的是那种佼佼者 金字塔上的金字塔 金字塔的金字塔 对对对 其实学习音乐是一门非常高雅艺术 呃 音乐是是一种美学 对 我们孩子通过学习音乐 呃 懂得鉴赏音乐 就嗯 他其实是懂得欣赏人生中的 发现人生中一些美好的东西 对的 我们的期望呢 也是想陶冶孩子的情操 呃 提高一下孩子的综合素质 呃 我们也真的非常非常幸运 我们的孩子师从陈老师 呃 陈老师这样大师级的钢琴家 好 再次感谢陈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